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哈啰 各位朋友你们好哈 首先我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今天我住的这个小区呢 它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电来 我就只好把我家的备用电箱给拉出来用了 放在我荧幕的后面 就因为它放的那个位置有点尴尬哈 我的摄像头就只能放在现在这个位置了 如果我这个角度令你们看的不舒服 请多多包涵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更新都有些什么 对于我个人来说今天的更新就只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超鬼王活动 第二个就是游戏里面的各种体验油画和一个SR4神的修改 第三个就是今天出了一个新的SSR4神叫寻向型 做到这个寻向型我一肚子气 本来我今天的打算是把它抽出来 自己亲身体验一下 到底哪里好用哪里不好用 结果你们看看我的购物 好 我家资源都吃完了 他都不肯来我家坐一下 哎呦我真的是 咳咳咳 难 不过接下来我还是要说一说我对这个星4神的一点个人看法哈 首先就是他的普攻 很普通的普攻 没有别的 他的第三个技能群体间接伤害 100%升到满 相比于战斗刚开始的时候 对方每少一个人 伤害提升12% 跌到满度就是提升60%而已 没有别的 好 接下来直接说他核心2技能的重点哈 他的2技能升满过后 一进场会直接先击释放一个幻境 在幻境里面他每次对敌方造成伤害的时候 都有40%的基础几率 为对方叠一层buff 那个buff每叠一层就扣10%的防御 叠满三层过后就会转成另外一个buff 永久扣出35%的防御 这是35%哈 不是35% 这个很重要 然后他这个buff的另外一个效果就是 当敌人中了这个buff过后 到他行动的时候 他会直接越过这个回合 就是无法动 没得动的一个意思 如果你们问我这个四神 可不可以抽 我个人认为他有能力的话 直接拉一个下来 因为百分比扣防在这个游戏里面 他是第一次出现 然后最近网易阴阳师他的更新 有很明显的趋势 偏向于扣防 间接伤害这种东西 所以指不定以后他会出那些又硬又臭的boss 或者是活动出来 你先拉一个下来 保个底是没毛病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更新优化 这一波优化是我觉得今天更新里面最好的一个优化 他是把这个千击放自动的情况下插了齐过后 在大多数pve的场景他都不会再放二技能了 就是说他插了齐过后他就只会放普攻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想给网易来个 我自己都 好棒 之前我打各种活动 每次差了齐我都要手动去选择暗普攻 浪费我很多时间还很麻烦 这一波更新 赞 好来接下来是超鬼王了 如果你们进来是为了看阵容的话 对不起哈 你们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我自己配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阵容 都没办法打到我想要进去挂个自动就能很舒服过关的那一种 之后呢我上网收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大神的攻略 到最后我在youtube里面找到了一个大神 我复制了一下他的阵容去试了一下 试完了过后呢 哇那感觉真的是棒 不愧是大神哈 他的阵容连我这种弟弟都能用的话 我感觉对你们来说也没什么毛病 如果你们对他的阵容有兴趣 我把他的连接放在下面 过后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 不过他的第一套群体阵容他可能是忙 也有可能是忘记了 或者是这套阵容已经烂大街了 他就没有把他的那个御魂放在上面 所以之后我会把我自己配好的一套御魂放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你们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哈 接下来我就补充几点 各位朋友在玩这个超鬼王活动可能会犯的小错误哈 第一点他把你的奇名神乐 那些阴阳师们都换成了两个士神 就是本来站在阴阳师位的那一个人 变成了这两个士神 其中之一你能选 然后第一个这个叫寻的士神 他的主要作用是增强你其他自己带上场的士神 第二个这个叫吸的士神 他的主要作用就是自己是个打手 还有一个特别一点的技能就是他能吞掉你其中之一个士神 拿他30%的苏信和他的预魂套装效果 然后我要讲的一点是 当你进来你在八卦想看一看他们的技能也好 或者是你想解封他们的技能也好 出去之前请切换成你想带的那一个是神带出去 因为在这个界面我现在是寻的话 我速到去直接进入战斗的话 他就是直接上场寻的 你退出来疲劳值还是一样增加 我在这个界面选的是C的话 我直接退出去一进场战斗他就是个C 我因为过选错这两个家伙而翻车过 刚开始新手阶段我都推荐大家都用许 第二点就是当你刚刚开始打这个超鬼王的时候 请记得你每打完一个超鬼王一定要点这个0奖励 你一点这个奖励他的奖励才出现 你拿了他的奖励过后你才有他的那个点数 去解封你讲解封的技能 你解封的越快你才能打的越快 而且解封了过后 他的熟性才会增加 你过后才能打的更舒服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些 谢谢哈